广东有句话叫做一哥顶酒鸡 吃一只鸽子能顶酒之鸡 今天给大家分享鸽子焖饭的简单做法 把鸽子放进大米里面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的美食 很多人都没见过 更别说吃过 首先 碗中倒入两斤大米 再来点清水 用我白嫩的小手给它淘洗干净浸泡10分钟 接着控水捞出备用 去皮的土豆给它横切两刀 竖切两刀 切成大小合适的丁备用 胡萝卜也切成丁备韵 再被点将切成芝麻大小的丁 六块一只的鸽子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切成长条 再切成耳朵可以塞进去的大小 里脊肉也切成小块 起锅烧油 下三片浆 一起下入鸽子 一定要把鸽子的水汽炒干 炒到滋滋冒油 这样吃起来才香 再下入里脊肉 继续边炒出它的牛油 盐锅边淋入一勺料酒去新增香 调味加盐鸡精 胡椒粉 生抽 毛油 用铲子翻炒均匀 倒入提前泡好的大米 切好的土豆胡萝卜 继续翻炒至全部上色入味后 全部倒入电饭锅里面 用筷子把大米铺平 再被点氧气 盐锅边淋入一勺清水 扣盖按煮饭间即可 哇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的鸽子饭 我家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吃一次 喜欢就赶紧去做吧